那红书第二章 你你为啊 那分散邦国的必上来攻击你 你要固守堡垒 严防要道 竖紧你的腰 大大增强你的力量 然而耶和华必恢复雅各的光荣 好像以色列的光荣一样 因为劫掠的人曾把他们劫掠一空 又把他们的葡萄枝子毁坏了 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 战士的衣服是珠红的 在他预备初级的时候 战车的钢铁闪烁如火 既兵及驰 战车在街上狂奔 在广场上东奔西驰 他们看起来像火把 跑起来像闪电 亚述王召集他的全臣 他们碰碰叠叠而来 急急忙忙走上城墙 竖起了防御的挡牌 盒闸都被打开 宫殿也被摧毁了 王后赤身被掳去 她的宫女都哀哭 声如鸽子 个人垂胸痛哭 自古以来 尼尼韦一直都像个水池 池水不断流出 虽然有人呼叫 止住止住 却没有回转的 你们劫掠银子 抢夺金子吧 积蓄的财宝无穷无尽 珍贵的器皿不可生数 现在却空虚 荒凉 一无所有 人心惊慌 两膝发抖 全身疼痛 面无血色 石子的洞穴在哪里 喂养幼狮的地方在哪里 公狮 母狮和幼狮 不受惊吓之处 可以咸游的地方 又在哪里呢 公狮为幼狮 撕碎足够的食物 为母狮掐死活物 把猎物塞满了他的洞 把撕碎的填满了他的血 万军之耶和华说 看哪 我必攻击你 我要把你的战车焚烧成烟 刀剑必吞灭你的诱尸 我必从地上除去你的猎物 你使者的声音 也必不再有人听见 请不吝点赞 训足者 李宗盛